春日部防卫队的粉丝们快看 蜡笔小新又有全新的周边要来抢大家的荷包啦 日本万代推出了两款全新的周边商品 包含双叶幼稚园校车以及萌萌的小白狗屋 现在就赶快一起来看看这两款新品有多疗愈吧 日本万代推出的这款全新周边真的太狂 有别于以往的角色公仔 这次直接推出超浮夸的双叶幼稚园校车啦 相信喜欢蜡笔小新的粉丝对于这台校车一定有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春日部防卫队同学们每天都会搭这台车上 下雪啊 Tilda 经典的粉红色猫咪造型相当吸睛 整台校车的模型长为19公分 高10.5公分 放在家中当装饰真的超级疗愈啊 Tilda 而这款双叶幼稚园校车1375美元 同时还附有春日部防卫队成员包含 小新、封肩、正南、妮妮和阿呆以及园长 共6款公仔 看看春日部防卫队穿着制服Q萌的模样 真的没有理由不收藏Tilda 最夸张的是 整台校车的车门、车顶都能打开 每个细节都做得相当精致 Tilda在每个座位上还有卡榫设计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帮可爱的公仔安排座位 一秒还原动画里的情景啊 Tilda 另外 这次万代也推出一款超萌的小白狗屋2200美元 你还记得那比小新最疗愈的小狗小白吗 这次万代也把他的家做成毛茸茸的小屋啦 宽约50公分 长度45公分 高54.5公分 小小的空间非常可以当作家中小朋友的秘密基地 也可以拿来收纳家中的小屋 相当实用Tilda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小白狗屋也非常容易收纳 只要把屋顶拿起来就可以轻松折叠拉Tilda 这两款日本万代推出蜡笔小新周边真的太可爱 预计将会在2021年2月正式开卖 粉丝们可以好好期待一番啦 延伸阅读 来源 官网 图片来源 官网 省